现在说到东马的话,大家就会记得沙巴和萨拉瓦,沙巴和萨拉瓦加入才成就万里星亚 在这个大选宣言当中,我们不能忽视的就是沙巴州和萨拉瓦州的福利 我们说到这里,第一要了解沙巴和萨拉瓦是如何加入马来西亚1963年 大家都记得,那时候和新加坡一起成立马来西亚 让大家了解一下,譬如说沙拉瓦那时候有一个叫Raja Budi 即是那时候有一个Right Raja,控制它不是直接以英国政府 沙巴未加入1963年成为马来西亚之前 其实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活40多日 曾经是一个国家活40多日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要了解那时候的感觉是沙巴和萨拉瓦加加加加坡 就要加入这个半岛,即是马来西亚半岛 如果一个客户签名,你写沙巴和萨拉瓦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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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我一个沙巴沙拉华应该等于你十一个 因为你跟我谈的时候都一起跟我谈 你不是分开十一个跟我签文 所以我觉得比较注重的是 我见到白特拉的第一件事就是 如何提升或者尊重沙巴沙拉华的地位 他本身进来的时候已经很高知态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 在西马亚人会感觉上是沙巴沙拉华加入我们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是一个律师的话 你会知道我们不可以在那里側面 即使我们不可以在那里做律师 只有他们那些人可以过来 舅巴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拿着passport过去 那里是树林 要拿着passport过去 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其实我们加入了沙巴沙拉华 刚才你谈到这种历史 其实这种历史跟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切 对于这个大选选人有多大的关系呢 我觉得最大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要矫正一些想法 就是说基本上一些思维 因为本身东马西马应该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铺陈这个东西 要把两方面的水准都带高起来 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国阵的那一方面 他们就是有说一些比如说高速公路啊 一些基本的电工啊 一些土足议程啊 这些东西 我在想说他过去五十多年 其实根本就有机会去做了 对啊 那么他又讲说是什么癌症中心啊 心脏中心啊 这些这样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我听来就说很多project 类似的东西 所以说是一种project 那么仔细呢 所以你要讲2500公里 对啊 对啊 就是如果是多一个KM 少一个KM 为什么是2500公里呢 我觉得他是要给沙巴沙老岳的人感觉到 是说哎 如果我有2000多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一定要给机会我 那么相对的 在明年那一部分 他们只是说我们要连接这些沙巴沙老岳州的这个高速道路 他只是一句讲话 嗯 刚才你提到是project base 为什么你要这样讲呢 我觉得呃 因为国政府最最厉害的就是从马甸时代到现在 就是一直是 呃 把那些project给做出来 Tender 没有Tender啦 就是直接这样run就对了 类似这样的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他就 思维上没有改变 嗯 思维上没有改变 嗯 那么在这个沙巴沙老岳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 其实他们跟我们很接近的 如果呃 只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些政策上 一些呃 政治上的利益 你变成双方比较不靠近这一点 比如好像一个很重要的点 比如说 对沙巴沙老岳的人 他们觉得很多时候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现在进口一些东西 一定要进口去巴胜港口 嗯 嗯 然后你不可以直接先去沙巴沙老岳 因为你去巴胜港口之后 你不是要再一个运输费啊 再过去沙巴跟沙老岳嘛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情形是说 他物价也是相对的贵的 难怪东马的东西很多都是比较 比西嘛 贵很多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是明年在这一部分 他就做了一点动作 他就说 这个所谓的沿海航运质的这一部分 他可以直接 所以这种东西也会对沙巴沙老岳有直接的效应 就减轻他们的负担 对对 而不是所有东西都要经过这个巴胜港口 嗯 还有保持就怪这个 对我对我 是文明都怪这个 对啊 反观一下 因为谈到东马的话 我们就离不开土竹的这个话题 毕竟东马是全马最多土竹的这个地方 是是 他们讲到的这个政策方面呢 你会比较看好哪一方面呢 我看到土竹的说 他的所谓的 我看到郭震他说的土竹议程 包括强大什么生态系统 贷款 培训这样的东西 对 我要知道的是 基本上他们连基本的东西都没有 基本东西包括什么呢 这基本的水啊 电啊 一些很很基本的学校 比如说他们每一天可以是走四个小时去上学 但走回四个小时回来 有一些甚至是要搭船 搭船 对这种基建的东西根本做不好的话 我们怎么说去什么贷款啊 赔券的东西呢 所以我觉得 Million在这方面是比较仔细 也比较仔细 还有提到说 在提供852个原住民地区干净的实水 还有电力的供应 是 我觉得这是比较直接有效应的去提升他们的生活素质 我觉得 在沙巴少老院 很多一些故事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 懂不懂在沙巴 据我所知啊 还有人会卖女儿 来换粮食的 这种故事还是有人 这是说 在我们这个先进的大马社会里面是根本是意想不到的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一个东西 其实我自己去年也去了很多次沙巴 我可以感受到说 他们要的东西就是一些基本上的公平 阿波你去过 不用说那么多东西了 我又去过 我先说那个Manifest多 你看BN和Pakadan的位 差那么远是那个长度 不是说长短 人家起码都 一、十二个码 人家帮东马做事 好像很认筹我 二千八公里 厕所两间 沙巴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很大的地方 那里的人 我接触过 你们好像和加拿坡都可以隔绝了 他们另外一个世界 就说不所谓 我们在这里 如果你说天然资源来说 石油可以买到很高的价格 沙拉瓦那里可以买到很多很多石油锤 那为什么沙拉瓦 比较厚的感觉 会比较厚一点呢 这些是你们的 身为东马的选民 你们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说基本上 就是这个沙巴沙拉瓦 在整个联邦的地位 整个人民的地位 我觉得是最主要是 install back dignity 那个尊严 因为怎么样 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怎么样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富强 尤其他们的资源那么丰盛 是绝对应该得到应该的分享 要见到我们的 respect 就是需要 respect 很正 很正的一个 所以沙巴人 你这次你不要想 你想想五十几年 你这条路还这么难 五十几年还没有电 没有水用 要得到人家尊重 首先尊重自己 尊重自己成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你身为马来西亚公民的话 就应该投票了 好我们这一集说到这么多 下一集继续有Chris 领袖又得谈 谈什么呢 谁来谈呢 那这集的嘉宾都挺坚强的 挺坚强的 很喜欢绿化地球 做到这些绿化地球 很厉害 Mr.Wong 王德先生 绿色圣会的主席 曾经带着一群人在关德 走三百多公里 到Glumbo 我都知道绿色的东西 厉害呀厉害呀 尤其长情谈看 不要说太多了 不要说太多了 看吧 领袖又得谈 大家好 我是Isaic何庆文 今天邀请到一个嘉宾 在反Liners StockLiners的Event 非常之努力的 王德先生 你好 阿寶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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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佩服他的原则是什么 阿寶 反Lin 是已经很佩服 反到好反 整个Facebook 整个社会都知道 很厉害 其实王德也是 凡西土活动的主席 是吗 对 这一次我觉得整个话题 围绕上你的 是关于你是以NGO的身份 但是加入的行动党 对 然后 国政那方面 他们就觉得 一个以NGO的身份 是不应该代表任何政党去参选的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些一路来 应该是多谢马哈迪的 教育 怎么会突然间提到马哈迪的 因为一路来 是这样的一套洗法 你是做NGO的 你就不要出声了 你怎样听话 听政府话就好了 想一路来 别人都接受了这一套 但是没有很好的反省 这个是对不对的 在外国很多叫做 special interest group 是 可以在政治上 扮演一个好脚式 OK 这个就是政治的问题 但是在马来西亚 所以说其实NGO 他都可以和政治有直接的关系 他是比政治更够政治的 因为他是很special 政治加正义 没错 他最关注的 一个political issue 每一个问题都是政治的问题 你食住 着 到关事 没错 以后 都是关于环保 整个大课题就是政治 但是你回来 有special interest group 我们是反攻害的 所以我们是比政治 再高一层的政治 是 如何说 很直接 很直接 很专注 很专注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很幼很小 是怎样影响到将来 怎样影响到现在 如果说到反稀土 其实我本身比较想知道 为什么刚开始 你会答应做反稀土协会的主席 究竟是从何开始 当然 我是在第一 得小开始 应该是 得小 当我长大的时候 因为在一个环境 所以我对环境 都是这么有关心环境 因为我是一个好的环境长大 现在不好了 你觉得 没错了 回来真的心都痛了 然后十几年 是一个国家 最注重环境的一个国家 加拿大 好像先景一样 那个地方长大 受教育 回来之后 又在那里做工 回来看到 哇 这么美的一个国家 这么美的土地 为什么我们不要珍惜呢 所以到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 但是你想参与 因为我在这方面是专业的 但是你想参与去 关心这个事的时候 在专业上的发表的时候 你认为 做不了事情 因为这一切都是 Greenwasher 在专业的环境顾问 变成多数成为 这些project proponent Gourmet authority 的猫皮子 帮他讲话 帮他视条 麻烦东西 Greenwasher 那些问题 我看到这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社会 这么贪污 这么不透明 这么麻烦 还有一个很免费的事情 这个是环境 大战是免费的 都要控制 好像很霸道 所以看不过眼 不是控制 控制 我都没有那么伤心 现在是失控 刚才我听到你说了两个字 说贪污 你觉得反兴肚和贪污 是有扯上关系的 直接的关系 直接的关系 你有得到数据 还是分析的 因为贪污 这些污染的发生 这些project 进入到我们国家 就是因为 没有经过一个 正确的 正确的一个规律 进入到来 这些是在后面进来的 后面 有人怎么帮你在后面开门 就不知道 当然有贪污的存在 成分 就是每一种这样的发生 在国家 就是因为贪污 非常贪污 正可以发生 所以你没有贪污 我到今天都明白吗 一个稀土厂 一个稀土厂 2.7 billion 的investment 到今天 做什么 我们的Najib 没收信 到今天 他可以 还帮我们的部长 还有我们的国家 国家的 department institution 为什么一直站在Line Ness那边 帮他讲话 不是很大的工业 有时你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不是黑箱粗业 不是里面 有 后面做了什么 如果没有其他利益 这件事就好像没有其他好处 没错 你为什么要担这个担 政治上是一个很愚蠢的游戏 千千万万的人站出来街头 人都喊到这么大声 到今天都没有人反应 所以你不明白 究竟吃了多深 很明显 所以你现在的决定就是要参选 希望就是赢了 赢了之后 你带这个稀土的声音 在帕利文那里可以说些东西 没错 但如果条件 如果问联可以执政的话 有三分二 有些法律才可以修改 没错 但如果这次问联 差一点 或者赢了一点 过去五十多巴仙 但你修改这些东西 都是要面对一定的困难 那时候 就算你赢了之后 你会做什么 有四 我们考虑了很久 去参与 我不是一个人参选 我们代表这些人 在我后面有三十六个 社会的领袖和社团 不同的支援 没错 做过很仔细的考虑 很详细的考虑 很前身的确定 决定去参政 想我们也考虑到 赢了如何 输了如何 你说一下 我们春天长长 十九日后就知道了 先说输了 先说坏消息 先说坏消息 答应了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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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了马来西亚 我打到最后一口气 我都要打了 如果就是输了 你会把这些事 搬去国际 还是怎样 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 一定要做到 这个决心 所以这条路就很辛苦 尤其我昨晚 跟我的助选 说 我们要认真地去考虑 这条路 要好100%的路 明白 可能你再打下去 两个都输了 我输了 文年输了 意思说 你这条路 再走下去 就是很辛苦的路 但你可能要预备 失去自由 可能会更加辛苦 如果是文年赢了 你输了 或者是你赢了 文年输了 不是说输了 是说五十多巴仙 未去到三分二 文年赢了 我输了 我开始的时候 已经跟文年的领袖 做了一个协议 我非常有信心 他们要把气道厂关了 非常有信心 万一 没有对到三分二 万一 那不需要 认了就行了 赢了 执政到中央 他们就可以做赢了 不需要通过国会 不需要 不需要 这只是political view 不需要改善法 所以我要告诉所有观众朋友 你们经常说 要stop my not stop my last 但最后的关键是 你们要投票给文年 为什么呢 因为文年现在要公开了 答应了黄德 就可以将这个稀土厂关了 就是这个意思 我呼吁就是 全马来西亚人民 你和我走了一条这么长的路 两年纪的斗争 我们在一场一场的协盘 你们都到来 趁山湾 来支持我们 是 接着我们走一条这么长的路 这么辛苦的路 只能走到来 三百多km 三百多km 你们又陪我们一起走出来 这边可以做一件 出汗流血都做了 是 不生在那一步投票 最后一样 打个叉 可以不可以站出来呢 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时候 民东需要来的时候 可以来帮我们守护 那是我们的最大的要求 到这条路 我们可以在这十几天 再站出来一把 好像苦苦行一样的精神 再站出来一把 这样我们就搞定这家 这样我们前途就可以 更加光明更加健康 为了你的弟弟 为了你的将来 别生气这么多 很明确的 不用说A或B 根本没有A或B 是A的 要收了这个厂 对于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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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到访谈美声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想补充 我就希望 这个时刻 最关键时刻 我们需要是人民的力量 在民东开始 在民东绿州 跟着全国震动 绿州 雯东 全国震动 绿州 全国震动 绿州 雯东 全国震动 这个是我们要答到的 希望这个 绿色的力量 在民东 甚至 整个马来西亚 都没有见过 民东是 是 是 其实青色 对我来说 除了关于大自然 都关于干净 是很自然的颜色 正如Handa先生所说的 如果你要绿化整个马来西亚 都好 其实绿大一件事 你要绿化整个议会 这是我觉得的 好 谢谢Handa 是 SWIPPERMAN 等了很久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很大胆说话的人 我自己也很欣赏他说话的作风 大胆直接 又有点 还是历史的 历史学的博士 所以我觉得会拆出很多火花 因为我们两个都被人罵到鬼 做节目那么久了 因为罵我们 算了 算了 我们不在乎 或者国家的未来的将来 来看一下 MISSPERMAN有什么要说呢 有请 渗邱光耀先生 好了今天KING出你心声的这位嘉宾 他来头不少 不简单 很多人对他认识 可能说 这个人我可以用这个人 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他给大家第一个印象 其实他去到每个地方都穿着SUPERMAN的衣服 第二印象呢 他上台可能会爆粗 第三印象呢 可能现在不知道 第一个东西呢 十分重要 OK 你有见过现在怕爆粗的人呢 是不是 他拥有 拥有这个 历史学的博士学位 那我想说一下 究竟他是神仙的化身 还是地狱的使者 大家都不认识他 大家见到他 就是见到一件衣服 来演唱二历掌声 欢迎邱光耀先生 好了 OK 阿寶 这个是不是你欣赏的对象其中之一 簡直是怎么说 小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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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学到很多正面的教材之后 还学到很多粗口 那些 怎样说粗口可以说得那么帅 那么帅 粗口没有教你 不是不是 不是 原来 我觉得之前明知 现在才知道 说粗口可以说得那么帅 很有帅 好 OK 我首先想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你讲到这些政治新闻 时事新闻的时候 你会混入少少粗口的因素 其实不是蓄意混入的 其实感情去到那个封界点 你对各种价格的时候 你控制不了的 因为这些价格 统治了三五十六年 就是贪装玩枉法 偷握鬼片 谋财开命 镇压人权 运速自由 我随便说 这些是市民的证语 不过去到群众 要不要这么说市民 你们两个读过书 群众有什么都有 要跟群众做有效沟通 有效沟通 有效沟通 就需要用群众语言 对 我一讲的时候 讲出真我 讲出我一个知识分子 读过书人 就有共鸣了 对 除了那些比较粗俗的字眼 你找不到其他更加适合的形容词 就是说我历史系博士 我翻了整本康熙字典 我都找不到被群众 含都产更加恰当的形容词 就是那些群众 你现在的声音是因为 这几天的演讲都很重要 演讲很多场 所以今天上次节目都是这样的声音 不好意思 最希望我失声 我失声那些人很开心死 所以我休光如春云 靠什么 靠死情把口 如果我没了声 就做鬼都不明白 你这样就不会这么说 你阿宝有什么问题你问 我想问一下傻蟹 你怎么样 傻蟹 其实傻蟹和癫狗 都是我養的寵物 不是我的 挺好的 健康 最近他们很健康 因为大选就多 应该健康 多几天他又出第四集 现在我看了个T-ser 挺好的 对呀 第四集一出街 我相信立即上街 是关于什么问题 是关于说 如果真的改变换代 就确保五一五一三 不可以圆 现在马华公会 打这个做题 幽云点不幽云 幽云点不幽亂 就是恐吓 华人选民 如果怒气 5一三 以前的集体 几亿 其实我觉得 这些是 蠢人没有弱医 蠢人没有弱医 蠢人医了也是浪费 被一铺清明 送你上山 OK 当初你辞下的党籍 变成普通党员的时候 你最大原因是因为什么 其实是这样的 很多外面的马华狗 或者媒体 很多平民者在揣测 有个人在党内 遇到很大的压力 其实没有 其实我四次都要主动 一次跟陈国卫 跟林吉祥 跟林冠英 提出我的辞职 他们都不肯 他们说什么 不出乳 吃得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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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厉害 如果他说别人听的话 话说别人理他也傻 我觉得不是的 我作为一个行动党的文宣组组长 我其实高屈讲 如果是我的院长很多掌声 所谓荣誉的行动党 如果是两句粗口 人批评的 耻辱的贵友刚员 这个是我做得很漂亮 所以我主动辞职 辞职 成为一个普通党员 如果本队的身份更加符合我 所谓的意思 我不切拳道的打法 如果我穿着泳春拳门派的衣服 你打赢交 泳春拳是好事 你打输交 泳春拳是好事 泳春拳似肉 我脱了泳春拳的衣服 我切拳道 我拆了一碗都可以 这个就是武国的最佳精神 政治都一样 你原意所有的批评 是归于你身上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实行 我要打那些扑街 我用恐守道 我用永章拳 你都要有门有派 最重要的是说真话 你现在为共同党做那么多事 你又没有代表参选 你又没有党职 你付出那么多 你没有想着要任何回报 有 我有回报 在哪方面有回报 我都是渴望未来历史书 写得我好些 很简单 我是一个历史学博士 其实我要求的 不是明天报处怎么写我 我要求是100年后 麦西斯历史书怎么记载我 这是一个读历史学博士 至高境界 报价天下 我粗口博士 你要名字 但不是你 你要历史定位 以后50年100年 有人写麦西斯 有个肥子 在郭南当头 我当时辞职回来 和郭陈砍友 而且砍到粗口 不过这么多掌声 一定会成为一个 就算不是正史 也是花岁 人死了 留名 留名 你最重要的事情 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 创造一样才是最大的目标 你不入地狱 少入地狱 这个意思 留字的 唐迪生 林娥十三郎 好像他们的名字 也比较大 Legend 李宗悟教我 这个就是Legend 是吧 OK 其实现在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相信你都收到一些攻击 所恐吓的 這些都預算了,我認識下媒體就可能是威權的國臣政權統治即將賭亡支持 我們現在和他一齊,即是和他撐過 今次就是做強大反對黨 如果做強大反對黨,很多媒體都會 哎呀,現在萬一需要check and progress給他一些報道 現在他們堆這群混蛋,如果你們願望堆這群混蛋 很多混蛋的家屬,很多混蛋自己 會排隊MACC,會排隊Bankraptcy,會排隊像丁蟹那樣最後 排隊搭敵士,不是搭敵士都沒有,搭敵士機場就走了 所以現在一個政權生死存亡的鬥爭,他們一定反覆 主角媒體那群狗,一定配合他們 馬華那群人會變成怎樣 你估計,現在是四個字可以形容他們,沒有聲沒有聲 都不知誰出來這樣 對外國現在劈到實在,好圓了,明天出來 你覺得內控在裡面嗎 所謂都是,入馬華的人其實真的沒有理想 沒有理想 他們全部都是為官官職,為利益 為利益 所以現在利益有分數,分不到一定是 監獄馬掌,一定是徒兇隊 所以幾天還會有很多軟局 那這個軟局,我拍完首掌 那群人就表演 那群人的怨怨也好 他們的身邊就高 最重要是5月5日 這群人一定是集體銀,銀黨產 你不要用銀家產 銀黨產 銀色,銀色,銀色加橙色 銀色加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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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兩國黨,兩國陣線 都不可能會有三分二 各自不可能 合以一屆 沒有民主,成熟的社會 會用黨制,不肯跟鐵 就不會有絕對任何一個陣線 會有三分二 你估計呢? 我聽到政治部裏的阿菲哥跟他們說 他們的估計現在不是他們的估計 我們可以贏135席 可以相當穩的一個政權 不會被人收買 這個情況之下平穩過渡 所以這間安華在做的就是 除了選舉Campaign之外 一部分工作和精力 都發揮怎樣去應付 5月5日投票贏了 平穩過渡的程序 OK 那這個幽靈選民 那國際又怎樣看 馬來西亞有一個幽靈選民的個案 其實這個有個各詞 就是全世界人和民主化國家 都會面對這些所謂 那些便宜便宜便宜 這些大家常認 不過馬來西亞做得很過分 做得很點認 比如說 那些央視民可能是蘇哥轉入後代 可能是馬來西亞跳飛機 做非法勞工 全世界馬來西亞也有非法勞工出出 比如說他們是台灣讀書 台灣做工 或者是在美國加拿大 或者是日本跳飛機 會不會其他國家政黨 互相鬥爭的時候 日本的自民黨說 唯一對於日本的民主黨 我給馬來西亞還IC 很日本的IC 幫忙我堆個名 沒有可能 台灣讀書會馬英九國 我們台灣的政治都很激烈 我馬英九國民黨 給他一個口聲IC 幫我堆個民進黨 哪有可能呢 馬來西亞得到 所以馬來西亞就好聽沙巴 320萬人口 有18萬人是蘇黑衣 所以數到後代 我IC I help you you help me I give you IC you give me undi 這樣都可以的 馬來西亞都各詞 所以我說這個情況之下 為何馬來西亞一定要出來 對他 有沒有一些解決方法 實質一點 比如說國際 有沒有可以做一些事情 來支持一個乾淨的選舉 國際會給予一個 國際壓力 希望都是 馬來西亞沒有玩得那麼奸 不過重要的是 他們過來自己 一定要把這個契機 跟我公開說 13個大選 5-5號 Now or Never 如果今次他們打不上 是呀 真的 近一次的機會 沒有了 可能馬來西亞更加辛苦 為何這麼說 我解釋他們 為何是Now or Never 如果5-5號開票 是 那巴士的民怨不大贏 贏得很多州 贏得國會議席多於308 不過 在全國中央作為推不分 那次仍然以位差執政 中央政府 我敢說 在美國4-5年 各層政府 將會大肆更加中鬼仔 做得更重要 因為有四個部門 其實一定要民怨 你說中鬼仔 中鬼仔 那時候他會繼續做一些暴政 對 有四個部門 就一定要民怨新政府 觸中央政權 第一個部門是 才能夠解決問題 第一 馬達 第二 軍隊 第三 國民登記局 這四個部門 如果是國臣繼續執政 他們的州政權 是無能為的 那如果真的5月5號 那次贏 這四個部門又會繼續給對用 執行馬爹以前的M Project M 繼續派來試 那派2013 14 15 16 17 派到5年 那些鬼更多 他們是沒辦法用人的票 以後就鬼決定馬來西邊做首相 鬼決定馬來西邊做政府 到時要請藍毛佬來競選 沒辦法 多時請教皇也沒用 請耶穌再生也沒用 請執行馬來西邊做 萬佛朝中也沒用 他哪有鬼這麼多 雙方說 5月5號對他們不敢 Superman說到偶電也沒用 真的沒用 你覺得現在這一屆大選 可以跟那些幽靈選民再死過 雙方說 他們會警告那些幽靈選民 5月5號 你家旗低電視號 你不要出街 你出街讓我遇到 不好意思 我一定抽證 你叫馬達族 我只會說 如果我排隊 我呼籲選民 你看到前陣子排隊 看樣子都不像馬來西邊 整個盲家 沖茶 弄下地震 你叫他 唱國歌 真的不懂 或者他學了 專業一點 我去晚上看電視機 看12點睡覺 我能唱 他唱錯 他唱Satubangis 那一條 Satubangis 所以 普通選民 也可以最後一分鐘 發揮 作用來制約的鬼去投票 我希望大家群察群裡 很多都是闊老爛 還坐在家裡 不關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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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他走投時 又遇到這樣的人 沒有什麼對政治難打 不過現在 政治院港會 多數都是充滿熱情的 當然 如果那些真的登記 做選民都沒有登記 那些都會浪費 所以那些跟他們說 他不知道誰是休光 他知道 那些人都知道 不可以怪 你爸爸 你爸爸什麼都有 所以社會總主要 總是有些對政治 比較完全 我們有做了幾集訪問 訪問政治人 他說今次大選的赤壁 就是戰地在有佛 有佛州是重點區 其實就是 因為以前很多雲峽區 都是所謂 選舉委員會特意挖出來 in favor of 對國際有利 不過現在 如果馬來的同胞 一起反 唐人同胞又反 馬來的同胞 唐人和印度同胞一起反 那他們混合選舉 其實死得最慘 反而印度同胞比較靜 為何 是不一定的 現在 他們其實有很多 鑰匙用 有很多訴求 印度同胞在馬來西亞 其實屬於最邊緣化的一個階級 最邊緣化的一個族群 所以印度同胞裡面有很多火 是真的會爆的 所以這個時候 切哥一定要特意去討好 要給那些去 我相信 現在資訊革命 很多印度同胞都不是蠢的 他們都醒覺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相信 5月5號那天的出力 印度同胞會發抗議票 或者說為 印度同胞支持還政府的票 其實是相當合觀的 他們要再次成為第三個民族 不是外奴 基本上就是 現在外奴已經成為第三個民族 分分鐘如果這一屆你錯過了 第二民族分分鐘是外奴了 OK 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民聯執政 你又不需要走那麼多talk 那時候你會做些什麼 我希望安華會委任我 MACC反口局總教 你對這個有興趣 是 我覺得其實 如果現在政權的問題 贏了這個政權 他們接收了整個國家機器 整個國家機器 有很多關鍵部門 要派人去整頓 那些人去那些部門是有起搶的 MACC是其中一個很重的部門 因為馬來西亞如果不反貪 那些國家真的會破產 OK 很多問題 你會抄襲一些究章嗎 例如說 你都會抓他們 當然啦 貼面無私 所以這個是你會做到的 反貪污部 就會是一個很獨立的部門 不是我個人的所謂性格問題 而是整個制度 都要確保反貪污部是獨立的 可以改一個嗎 叫MACC嗎 其實應該叫IMACC MACC很不吉利 夢啊 茶茶 改靚 好 到時候找他們一起 共用創意 好 到最後呢 我們有什麼補充 Superman先生 我希望大家珍惜今次的 Now or Never 5月5號的改善項目 如果錯失了機會 可能他們下一代 就因為會等到國臣繼續執政 經濟的壞 貪污業的腐敗 就會國家破產 國家破產 那些人民就是亡國奴 他們想不想做亡國奴 或者想做一個自由民 這是一個亡國奴 和自由民之間的選擇 所以我說我是人被罰 我是壞 2800萬人口 在5月5號做出正確的選擇 都是人被罰 我們做一個新政權的自由民 好 多謝Superman上我們的節目 King出你心聲 謝謝 拜拜